试惯KIC小组赛进展过半,但海外收视率却十分惨淡,小组赛首周最高观赛人数仅4522人,该数据出现在AG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。 排名第二的是,AG对阵佛山GK的比赛,最高观赛人数仅为4447人,估计这里面还有不少中国人,实际观赛的外国人少之又少。 为了提高海外影响力,举办电竞比赛是非常有必要的,这次官方拿出1000万美金举办世界赛,但结果却被各种吐槽,吃力又不讨好。 邀请参加本次试惯的八支海外战队和国内的八支KPL战队实力差距悬殊,游戏理解,英雄操作都不在一个层面上,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 外国战队在与KPL战队的交锋中,基本上都是在10分钟之内被停推,能坚持超过10分钟就已经算是比较久的了。 XYG对阵土耳其赛区冠军战队,XYG仅用6分26秒就终结了比赛,刷新了最短队局时长,海外战队甚至连投降都来不及点就结束了。 其实归根结底,都是因为王者国际服还处在内特阶段,并没有正式推出,外国人甚至还没接触到游戏,就被叫过来打电竞比赛,被国内战队碾压也是正常的。 不过有消息指出,目前王者官网增加了许多种不同地区的语言,这意味着王者国际服即将正式上线。 如果国际服正式上线的话,海外赛区也将举办职业联赛,这样一来,明年的世界冠军杯海外战队的实力应该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。 在此,您有什么想说的呢?